大陸山隧道今天开始加价 除了公共小巴之外 各类的车辆都加1元 但有司机就建议回购隧道 减轻市民的负担 胡天行报道 大陸山隧道率先在圣诞节加价 除了公共小巴之外 各类车辆都加1元 私家车和的士新收费是15元 电单车收12元 轻型货车收22元 中型重型货车就加到26元 双层巴士是32元 不载客的的士 在午夜至到清晨6点 会有1元的折扣优惠 当然不满意 我觉得交通运输是必需品 其实政府有能力的话 应该回购回购所有隧道 没什么所谓 为什么 1元很少而已 会不会选择其他隧道 都不会 主要是每天选择它 一元你终个圈都不止一元 这次是大鲁山隧道三年之内第二次加价 对上一次是在前面的12月 隧道公司就解释 30年隧道经营权到现在只剩下8年 回报率只得6% 远低过投标时预期的13% 就算今次加价 回报率只是轻微增加0.1个百分点 对公司发展帮助有限 而大鲁山隧道就会在元旦日加价 私家车将会由现在的30元加到33元 而电单车、小巴、中型和重型货车的收费 就维持不变 亚洲电视记者胡天恒报道